原来周深在唱大鱼前 连个备选都算不上 当时周深和大鱼海棠的导演相识 所以就想让他试试唱一个demo 方便给其他艺人士听 于是周深就半夜躲在被子里 随口录了一段副歌 没想到导演听到后 直接发出感叹 于是决定冒险 让一个新人来演唱完整版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有眼光的行为 周深一个阿字就打开了春晚的大门 如今竟被央视宠成了亲儿子 五年前周深作为帮唱嘉宾 首次登上央视的《我要上春晚》节目 本来就只想当一个工具人 但没想到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台上的导师听完了周深的帮唱后 都被周深的天籁之声惊艳住了 竟集体造歌 纷纷绕开选手不弹 想直接送周深直达春晚 周深你没有考虑上春晚吗 我觉得你唱得应该更好 更成熟 特别赞同这个凯丽姐姐的意见 那在这里呢 请允许我代表导演组 也代表我们几位点评嘉宾 郑重地邀请你参加知通春晚 谢谢老师 证人玫瑰手有余香 是 你看他前面是无私地去帮助别的歌手去助演 然后你现在就得到这么的好的回报 是吧 而后周深的表现也没有让央视失望 才短短的两年时间 周深就机身一线实力歌手 前段时间还去央视砸了场子 当着一众大咖的妮儿翻唱蓝婷序 开口就让主持人撒背名耍眼了 若花圆蝶你会怨着谁 无关风月我提许的你会 全笔一决那岸边浪前蝶 情字和解分了笔都不对 而我独却你一生的了解 王苏龙肯定想不到 自己只是唱颂音时随便说的一句话 没想到成为了不可质疑的事实 周深他是把华语歌带上了一个新的 上哪呢带着 周深应要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中文日活动 4月19号周深受要参加联合国第十五届中文日 成为第一个能在联合国演唱 并且表演的中国歌手 现场连唱三首中文歌 用最普通的会议话筒 唱出了金色大厅一般的印制 看你在远时 看你离我而去 原来你上来就说给天际 泪与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无论是全开卖的实力还是影响力 周深都是目前国内独一无二的人选 果然还是那句话 周深距离艺术家只剩下年龄了呀 希望生生不息 爱是永恒旋律 央视六公主演义如新网的大力宠孩子 连续数篇报道来讲述周深的高光时刻 通过这三首中文歌曲 周深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自信 当然周深的成功绝对不是一夜之间 早在21年 他就和联合国的纪录片合作了单曲和光同春 早早就积攒住了好口碑和人脉 看来第一个说周深是唯一可以走出中国歌手的王志平 简直是个预言天才 我觉得你是目前我这样听到 我觉得唯一我认为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 啦啦啦啦啦啦 歌满风船 天你与我唯一与我 与我与你生相 与你与我生相 我心生世的命 与你与我生相 如果说主神的成名之路是一个热血电影 那他早期则是识遍了约谈所有小人物的苦 从小是山区的留守儿童 而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真的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的人 我可能六七岁就要去帮爸爸妈妈炒菜做饭 给他们送到门面上 去医院也是自己一个人去 然后家长会也是几乎他们都很少去 第一次参加选秀 本以为会大展宏图 开头是所有导师坐在风抢和夸赞 结局确实早早的就被黑风淘汰 就是那时每个人都说 啊这种唱的好好音色很棒 但最后每次一道选的时候 每个人都没有选我 嗯 就好像是不是只做好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有些也不够啊 后来周深遇到了无数位他抱不平的人 第一届我在现场 我根本就不会把他淘汰 我觉得这种歌手太难得了 周深你怎么还不红啊 你在红 我记得太可惜了简直是 只是想象一个一个美好的旋律 应该是应该是唱出来是一个什么事 只是想出来的 就是应该是他的事 对不对 哇 就是你会觉得那是个天使在交换你 但他并没有被这些影响心态 而是一步一步用自己的实力 从只能站在角落的小透明 唱到如今的世界级歌手 周深又实现了文化初出 这次他的歌直接登上世界上最大的音乐喷泉 火遍全球 要知道这个痕迹量可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国内只有三首中文歌登上了这个音乐喷泉 分别是两首和吻别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灯火里的中国 则是今年新歌里的唯一的一首 周深真是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就来个大的呀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啊多 灯火里的中国胸怀流过 灯火灿烂的中国梦 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啊多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啊多 这才叫文化初出吧 周深的大鱼被英国歌手翻唱 成功走出国门 周深的大鱼不仅打开了他在国内的知名度 没想到这首歌竟然也能在国外爆红 还记得周深歌手里翻唱的《Monster》吗 被原作者翻牌后 这位英国歌手 立马诚意满满的 用中文翻唱的大鱼表示回敬 就是这个翻唱 让不少英国网友第一次了解到中文歌 一时间也让不少外国歌手纷纷翻唱 看海天一丝听风起雨落 只在手推散沧茫茫烟播 大鱼的翅膀已经太遥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其实早在几年前 周深就曾跑到西宁街头轻唱大鱼 现场狂飙戏销 演起不少路人驻足观看 真是给老外带来了些中国文化的震撼啊 看一世远去 看你离我而去 愿的你伤为之所欲的记忆 每一滴泪水都笑你旅堂去 到了一位最初的相遇 周深已经可以被称为艺术家了吧 作为清廉歌手中第一个登上国家大剧院 他甩开同期歌手太多了吧 最近周深受邀在国家大剧院里演唱灯火里的中国 要知道这可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艺术殿堂之一 一般只有国家队才能参加 而周深作为首位表演的青年歌手 也丝毫没露窃 场子越大唱得越稳 就连平时傲娇的央视六公主 都发文表示她可是周深啊 当我你的中国 记住了我 当我你的中国 胸外辽阔 当我灿烂的中国方 当我满满这心中的歌